今天来教大家做一个站立的小鼻鸡熊 先使用压驼去除正面外线 是正面看起来有点类似于保龄球的形状 再由侧面划出高低点 头部与手部留高 脖子凹陷下去 背部成一个弧度 然后再使用压驼侧面将棱角磨掉 正面磨的角度要大一些 背面磨的角度小一些 磨完之后详细补线 将手臂线条约低 使双臂高出来 双手之间勾开 分清楚两个手臂 斜脚将腿部线条一直勾勒到角度 并将其上面磨成弧形 使两条腿看起来分开 将两个耳朵向后端磨到 并将左右大小修对称 画出五官 由笔记二维追考点 向下整体磨出一个弧面 使用尖刀盒 将整体磨顺 并将双手之间夹角位置磨掉 并将手臂棱角磨掉 整体呈弧形 使用薄三眼钉连着手臂线条 将手臂整体刹清新 并将两脚之间勾开 这里的时候可以刹身一些 使其绿体感更清晰 使用尖刀伞棒将双腿之间勾勒的 棱角线磨掉 这样可以使线条看起来更流畅 使用小三眼钉勾勒出双眼 鸡 鼻子 嘴巴 这里刹线要重一些 不然目光看起来不太清晰 正刀将耳朵的耳窝勾勒出来 修光的时候所有不要开得特别快 尽量是一根手指就可以使它停下来 修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定要细致 如果你修光不顺的话 你后面的打磨及抛光出来的效果就不好 做这个主要是对整体线条 及对称的把握 一定要保证整体线条流畅 流顺 打磨的时候依然先使用240的油石 先打第一遍 第一遍的打磨尤其重要 这一遍我自己打磨了两个小时 然后再换上600 及1000的油石 打磨一遍就可以抛光了 如果说想抛出宝石光的话 就要打磨到2000末 这个就是打磨到1000末出现的压光效果 涂抹上8000末的研磨膏 然后使用羊毛坨进行抛光 打磨的时候一定要在头顶正中心 两边对向打磨 不然会挂歪了 今天就学究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